这位同修问的 他说 印光大使 在护国谢哉法语第100页 有人说禅宗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的道理 殊不知见信成佛 是见自信天真佛 叫做成佛 因为宗门下的人 功夫用到开悟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真信 原来是和佛信一样 所以叫做见信成佛 但是粗息烦恼丝毫尝尚未断 并非一物便了 说物后未正 不免轮回之苦 那么是否明信见信之后 还有可能退转 这是有的 如果他不用功 不把境界再向上提升 很容易退转 明信见信 在中文里面讲开悟 这个开悟 有解悟 印光大使这里所说的 这是属于解悟 为什么呢 烦恼 稀奇没断 这不做不了用 还是要搞生死轮回 如果这一落到生死轮回里面 就有个因之谜 你前世所悟的 会忘得干干净净净 一定要正悟 正悟就是一定要断烦恼 要断金丝烦恼 要断沉沙烦恼 还得要破一瓶无名烦恼 那个时候才是正悟的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这个时候恭喜你 你不退转了 那么在华言经里面 你是原教出诸菩萨 发身大肆 你已经正得三不退 这个我们要晓得 所以禅宗是 悟后起修 不修不行 这个事情在今天也不容易了 飞 新冻 米 naughty 你 第一